GDD-01,體現chart 這個地方有哪些地方要改? 主要有幾個地方要改 第一個,就是因為我要從bundle部分 抓資料回來 所以把bundle抓的東西抓回來 特別注意說,它會傳一個什麼? 傳一個intent intent等於list.get intent 就是把剛剛傳過來 因為我不是start activity 丟過來會丟一個intent 所以我就有點像打棒球一樣 球丟過來你要接嘛 接過來之後的話 那用什麼? 用get intent 丟就是抓到一個intent的物件 再來的話bundle bundle剛剛不是put a tracks 丟過來變什麼? 用get a tracks 然後呢 再用bundle裡面的get string get double 特別說,它原來的名稱好像不叫h 好像叫hite 一個是wait 所以我把名稱改掉 前面的話叫h 這邊就要叫h 如果這邊叫hite 那邊就叫hite 兩邊都在match就對了 然後我是有改 把它改h 那其他 沒有改黃色的地方 是將來考試 會自動提供給各位的 所以 如果你沒有太多時間的話 暫時可以跳過 暫時可以 那當然最好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什麼 也是一定是有宣告 一定有連結 有沒有 然後事件的話就是什麼 事件就是一個button 這個它也已經寫好了 就是set,relaught 然後finish finish就是離開 離開這個程式 把這個activity結束掉 那其實它的關係是這樣 GDD02是這樣 計算有沒有 它實際上是跌上去 它有點像是一個stack 疊上去 當我按回上一頁的話 它會觸發什麼 它會觸發這個finish 那這個finish是有什麼用呢 這個finish 就是把這個activity給結束掉 也把這個畫面給結束掉 那原來的activity在哪裡呢 其實原來的activity並沒有動 它在下面而已 只是說第二個那個畫面疊上去 蓋住它而已 所以它上面那個結束掉 下面就看到了 它的觀念大概是這樣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會改變的部分 有三個方法必須要去實做的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丟過來的東西會有性別 會有身高體重 所以我必須要計算BMI 所以getBMI必須實做 還有getAdvice也必須實做 那必須return回去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street 它是一個方法 會有return值的 OK 那這個方法的話呢 主要是在上面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有個什麼 getBMI 這邊有一個叫getBMI 那BMI裡面的話 我們會需要去把 這邊有個getBMI 有沒有 那它的方法是從list裡面去抓 抓到什麼 抓到我們的BMI 那怎麼去抓BMI 特別注意 就是底下的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裡面呢 做哪些事情 其實就計算BMI BMI的計算方法就是什麼 等於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平方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 升高乘升高就是升高平方 或者用一個 jama裡面有一個叫做 mass.pow 有沒有 mass.pow也可以去計算 那我們是計算完之後 會有個BMI的詞 計算完之後的話呢 再去用getStream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自傳支援檔裡面 也叫report.reout 我可以用getStream 然後呢 加上什麼呢 加上把BMI放過來 那你會想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計算之後有沒有 這個東西實際上就是這個 就是BMI結果 它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 一個Stream 這個Stream就是什麼 report.reout 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自傳支援檔裡面 有這幾個字 你必須去把它抓出來 因為它是自傳 當然你將來 一般寫程式是自己什麼 自己去打上這幾個字 不過打上這幾個字呢 將來如果是英文版的話 那你就 就掛掉了 就變成中文它看不懂 所以呢 我們會從哪邊抓呢 從那個自傳支援檔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這邊有一個Advice Advice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自傳叫做report.reout 有沒有這個report.reout 那我這個report.reout 怎麼把它抓出來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getStream的方法 有沒有 這邊有getStream 把它抓出來 加上什麼呢 加上BMI的結果 可是BMI結果呢 題目有說 一定要幫我format 成小數點到第二位 所以小數點到第二位呢 特別注意 這邊用一個什麼 Dismore Format 這個也是Java裡面的 那我建一個 這個物件叫NF 那給它的格式就是什麼 小老鼠 緊緊 網路上其實很多 特別注意 這個因為Java升級之後 原來的寫法又不一樣了 所以後來這個我有改過 舊版的不是這樣寫 新版才是這樣寫 然後呢 再怎麼樣呢 把它格式化之後 return回去給什麼 給那個return回來 就是會格式化 所以格式化結果 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的畫面 會有一個小數點 如果25.50的話 它0會捨棄掉 所以最少會一位 最多兩位 OK 那我們就得到這個結果 再來的話呢 會有個getAdvice Advice就是評語 那評語的話 會有最高跟最最高跟最低 那一樣 把這個BMI計算 再來什麼呢 判斷它是哪一個性別 如果性別是男生的話 那最高最低就是25到20之間 這中間是正 算是標準的 那女生是這個標準 如果呢 BMI大於最大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過胖 所以我要必須什麼 把那個過胖的字串抓出來 那過胖的字串在哪裡呢 實際上也是在自傳支援檔 這邊也是什麼 Advice Heavy 有沒有 您該少吃點 有沒有多運動 然後呢 平均的話呢 就我剛剛的這個題型很棒喔 還有這個過輕 有沒有 那這些訊息呢 我要把它抓回來的話 基本上喔 就是從什麼 從這個地方 如果過胖 就是 秀出什麼呢 您過胖 如果是過輕 那另外如果反之就是標準 所以最後秀出來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一個建議值 因為我的BMI 因為是男生 23.5對不對 應該落在標準的這個區域 所以過來的話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落在這個 所以自動幫我把這個值給抓回來 並且放在那個textview裡面秀出來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大概邏輯是這樣吧 所以呢 你們要如果針對考試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喔 記得就是 加上黃色的部分的字 就OK了 但是喔 這個寫完之後 還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這邊有多了一個什麼 多增加了一個 Activity 這個Activity 如果在Android裡面呢 如果你多了一個Activity 它還是不會執行 特別注意喔 有同學執行 奇怪 跳到第二頁就掛掉 為什麼 因為呢 你沒有登記 如果說呢 你沒登記的話 會產生錯誤 那要怎麼登記 特別注意喔 在Android裡面有個登記的觀念 就是這邊有個Application 你必須怎麼樣呢 把GDD01底線Chart 在這邊做登記 在哪邊登記 特別注意 就是在AndroidManifest 這邊 那要把它登記進來 怎麼登記呢 切到這裡 找到Application Application裡面 特別注意喔 底下會有一個 讓你選的 原來是只有GDD01對不對 你要怎樣 把它Add一下 Add什麼呢 Add行李選上面的 找到Activity 因為我多了一個Activity 那請你怎麼樣 把它 這邊有個Browse 如果它出現之後的話 隔壁會有個Name Browse一下 然後呢 找一下 找GDD01底線Chart 這樣子的話呢 有沒有 這個 選起來按確定 它就可以怎樣 幫我加到裡面來了 點一下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按一下什麼 計算 它會當掉 就Crash掉 因為它沒有權限 去轉移到下一個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做完之後 應該就很順利的 可以看到這樣子 然後回上一頁 還可以再做其他的計算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104題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 也就是說 基本流程大概就是 第一個把介面做出來 第二個 GDD01的程式 底下那部分 第三個呢 GDD01底線Chart 再把那個 也是一樣 三個函數把它完成 第四個 就是在Manifest裡面做登記 有四個階段 如果你缺一個都不行 有同學 前面三個都做完了 可是最後忘了一個 就是在Manifest Enjoy的Manifest裡面做設定 所以按下計算 哇 Crash掉了 所以你按下計算 Crash掉 表示你在EnjoyManifest裡面 沒有做登記 這個好像也蠻常發生的 很多同學都 因為已經做到第三個階段 可能也沒力氣了 因為已經 大概已經算是極限了 所以最後那個動作忘記 也會被扣到分數 最後那個動作忘記的話 也會被扣到分數 最後那個動作忘記的話